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号 星期三 自己来扯两句菲律宾的事 昨天说了一下 就是春节的时候 菲律宾这边也放假 然后今天我在翻我们这边 一些新闻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事情也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真的不得不说一下 就是说现在中国元素 对菲律宾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往年春节顶多是放假 大家才知道 原来今天是春节 我只是菲律宾人才知道 那么这几年 像我们这边那些主流的本地的主流媒体 特别喜欢介绍一些中国的节日 那么往往都是介绍 你看这是中国节日怎么庆祝 然后中国的节日主要吃什么 反正谈到咋 一般都脱离不了吃这个问题 但是今年开始 我就发现除了介绍春节会舞狮的 还得吃什么之外 我们这边的一些本地的主流的媒体 着重的开始介绍生肖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是挺接地气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春节每年都是不同的生肖属性 而且这个东西伴随咱们每一个中国人 对吧 然后菲律宾人看这个也挺新鲜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其实比他们介绍吃什么的比较有意思 因为吃这个东西吧 说实在的 他们看得见吃不着 其实有的时候 也白搭 这个这个 但是呢 介绍一些这个生肖的东西吧 他们就觉得挺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平时啊 赌心星座呀 现在又来一个 也是12种 但是呢 按照年份分的 对吧 按照年份分的 不同的生肖 然后呢 每个生肖在每年又有不同的运势 包括爱情啊 事业呀 健康啊 等等的 菲律宾人呢 觉得挺新鲜啊 跟我们那个星座不一样 所以这帮人的参与度也非常的高 这样对 就是说他们理解 他们中国的这个过节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也是挺好的 有一个好 一个这个这个非常大的推动 特别是我刚瞅了瞅啊 就是介绍中国生肖的这个帖子 已经是有三四万人看过了 而且留言也有两三千条 其中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吧 也关于这个事情 留的一些言也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有的菲律宾人直接也就在问说 我的天哪 说我特别想知道上帝是什么属性 他今年的运势是怎么样 对吧 我觉得就挺逗的 然后呢还有的 哎就感慨说原来我今年可以结婚 不过我今年才十二岁 疏忽的一看就是啊 应该是疏忽的 本明年 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玩 这东西呢 大家都是一个文化交流吧 我觉得挺逗的 我觉得当然这还是主要是一个娱乐 娱乐为主 因为不可能是每个人都是按上面一本言的走 因为这样的话世界上就十二个人 就没那么多千姿百怪了 千姿百态了 也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反正今儿我看的这事挺好玩的 给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 得了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吧 明天再继续聊贝宾的事 我们下期再见